你好,在这个视频中,我将向您展示如何在Android和iPhone上使用AppNow App下载和举报。 让我们开始吧。 如果您是iPhone用户,请前往App Store并搜索AppNow。 找到之后,点击下载。 如果您是Android的用户,请前往Play Store并搜索AppNow。 找到之后,点击下载。 恭喜,您已成功将AppNow App下载到您的手机中。 从这里开始,Android和iPhone的注册步骤是相同的。 首先,请点击进入AppNow App。 在注册您的账户之前,先选择您的首选语言。 有两种注册方式。 首先,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您的Gmail账户进行注册。 点击下面的Gmail按钮。 点击继续。 选择您要使用的Gmail账户。 成功登录后,请查看有关如何使用该案的说明。 通读并点击完成。 允许麦克风。 相机和照片的使用权。 然后您已登录。 如果您想使用Gmail以外的任何其他电子邮件进行注册。 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在登录页面上,改为选择注册。 填写您的资料。 记得不要在您的电子邮件的后面加上任何空格。 接着输入您的用户名和您的密码。 然后,点击注册。 看到陈述时,不要着急。 接下来,转到您的电子邮件App并检查您的电子邮件。 请记住同时检查主要邮件和垃圾邮件。 稍等一分钟会收到电子邮件。 如果没有收到电子邮件,请返回AppNow App。 然后,点击登录。 点击登录并填进您之前用于注册的资料。 然后,点击登录。 成功登录后,一个有关验证链接的消息会显示出来。 点击重新发送。 新的验证链接将发送到您的电子邮件。 点击后,稍等片刻。 返回您的电子邮件案并检查主要邮件和垃圾邮件。 一旦你收到电子邮件,点击进去。 然后,您可以点击提供的链接来验证您的账户。 或者您可以复制下面的链接。 复制链接后,转到浏览器。 将复制的链接贴到搜索栏中。 恭喜,您的账户已通过验证。 接下来,返回AppNode。 点击右上角的个人资料图标。 点击登录。 填进与您之前注册时使用的相同的登录详细信息。 然后,点击登录。 恭喜,您的账户已被激活。 现在,让我们尝试做一个举报。 首先,让我们拍几张我们社区问题的照片。 然后,点击下一步。 该App将自动检测您的位置和地方议会。 现在让我们填进一些详细信息,例如标题、类别和描述。 找寻相关的类别。 这个按键呢,我们将选择坑挖。 填进社区问题的详细说明,以方便当局进行调查。 然后,点击提交。 您的举报已经完成了。 谢谢您为了更好的马来西亚贡献了一份力。 我们下期见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